那什么叫法菩提心 欧叶大师在弥陀金要件上讲得太好了 讲绝了 真正想往生极乐世界的心就是菩提心 是真的不是假的 一般人家发的菩提心 它是假的它不是真的 为什么 想到极乐世界这个地方又放不下 这就是假的 想到西方极乐世界就统统放下了 不闻不问了 一切随它去了 那是真的 那个管用 阿弥陀佛他马上就来照顾你 你还有一丝毫放不下 福不来 来了没用处 你还有贪念 你还有情侄 什么时候放下 跟佛就感应到脚 就因应相应 由于四号没放下 怎么念佛也没有感应 为什么呢 它障碍 这一个法门 凡夫成佛是真容易 简单 方法太简单了 容易 一点都不难 善道大师讲的 万修万人去 那不修就不能去 所以什么叫菩提心 也能搞清楚 什么叫一项专业 一个方向 西方极乐世界 那么当然其他全放下了 一个愿望 亲近阿弥陀佛 我就是想拜他做老师 亲近他老人家 我这一生 就是这么一个目标 一个方向 这样的心愿 就是无上菩提心 所以我常常劝道同学 要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 真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 其他念头就忘掉了 全没有了 这一念 这种举动 就是自行化他 自行就是化他 我做出榜样给他讲 佛是怎么念的 往生的时候 没有病苦 欲知实知 说什么时候走 什么时候就走了 一点痛苦都没有 一点病容都没有 快快乐乐 欢欢喜喜 你表演这一照给人看 大家相信了 好 可不妙的 宁愿意